中文 我是想英文 講中文 中文 OK 你現在想要成為一個電影導演 是的 那什麼樣的電影你想拍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 我之前花了很多时间在思考 那就是 我非常的坚持 至少对我来讲 如果我是一个电影导演 然后我要拍一部电影 我必须要自己 要相信这个故事 也可以说 这个电影的体材 这个电影的脚本 这个电影的故事 必须要是我的一个extension 它必须要是我的一个分身 我的一个延伸 所以我自己也在思考 比如说那我要拍一些什么题材呢 那对我来讲 Genre 所谓的电影的类型 它可能是喜剧 它可能是一个动作片 它可能是一个悲剧 那个我觉得其实都不是最关键 最关键的是 它到底它的核心是什么 那目前对我来讲 我现在目前在写的这个project 但我现在不能透露太多 一点点 它是跟所谓的identity有关系 它跟所谓的自我 跟这个所谓的一个人的根 一个所谓的一种归属感 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我一直可能在我的生活当中 一个可能身在香港 长大在台湾跟美国的一个小孩子 一个人 我常常在问我自己的问题 我到底是什么地方人 我是台湾人吗 还是我是美国人吗 还是我是香港人吗 还是我是什么地方人 那这些问题其实 可以说是跟随了我已经 差不多四十多年了 那对我来讲 现在如果我要拍部电影的话 应该会是朝这个方向去走 你对你来讲最大的认同是什么 你觉得你自我的认同是什么 是一个歌手 是一个导演 是一个儿子 是一个 我觉得其实 如果说你要说工作上面的话 当然我已经做音乐 做歌手 做艺人 做所谓的制作人 幕后音乐工作者 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可以说是正式踏入这一行 从95年开始的话 15年了 所以这个角色 它永远会是在那边的 那当然其实我现在 希望可以去升任的 我希望我可以去发挥的 就是电影 那有趣的是电影 其实是我大学主修的 但是我去大学毕业了之后 没有去从事电影的工作 我试的有趣想要去做 但那个时候其实不成功 结果就没有想到 就做音乐 那音乐一做 就做了十几年了 那现在变成 其实我在今天的这个分享当中 我也有说 我在一个 unlearning的一个交叉路口 我必须要把 可能我之前 所有的一些东西 可能我的歌手的身份 我的音乐人的这个身份 我必须把它放下 那我必须要去迎接 一个新的一个工作 我做不做得好 这个就要看 我觉得我自己 所谓的这个unlearning 做得彻不彻底 unlearning的这个关键在哪里 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学习放下 像你这样的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里面的核心是恐惧 人其实都怕放下 都怕解构自己 解构其他的东西 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是这样子的 我是一个 可能会拿一个玩具 我非常心爱的东西 我会把它拆开 拆开了之后 我会认为我可以把它 我可以把它组装起来 但我发现其实我拆开了之后 就拆开了 就完全无法去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我觉得人在人的所谓的怕改变的这个核心 就是恐惧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刚刚问的问题 这个是关键 那我会不会怕 我怕不怕 比如说把我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放下 我可能所懂的这些东西放下 解构 然后可能去拆解 如果说我成功的可以做到的话 那我才可以重新的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呢 你在这个过程中吗 你在克服这个东西 我在克服 我觉得我永远都会在克服 那我觉得其实 如果说有天真的我拍电影 我成功了 或者说我真的走上这条道路了 我觉得可能我在拍每一部电影之前 我也必须要去做这个 学习的process 我是一个不喜欢去重复自己的人 所以在我可能之前我在做音乐的时候 我也不希望说我的每张专辑 跟前一张专辑都很像 所以我也希望在电影的部分 我也希望可以做到这一点 既然你想成为一个电影导演 那请你描述一个 一开场场景给我听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 很重要的是必须要在十分钟 所谓的十分钟之内 可以让观众要有一个惊喜 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重要 就是在短短的十分钟之内 必须要介绍一个 可能他没有想到 他没有可能去看过的一个东西 一个观点甚至一个概念 在一个电影当中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这个十分钟 短短的十分钟里面 基本上你必须要奠定 整个这个电影的tone 跟它的题材 所以这个我觉得会是非常重要 那这个跟所谓的 说故事的切入点 也很有关系 我可以现在说个故事给你听 但我不一定要从头开始说 我可以从尾开始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 作为一个导演的话 我觉得我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在短短的十分钟之内 把一个故事 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 说出来 你觉得你是一个说故事的人吗 我是个爱听故事的人 所以我觉得 从小当然要感谢我爸 我爸其实在吃饭的时候 给了我很多的一些 他说是家庭教育 吃饭的时候一些 dinner talk 那这些 他跟我讲的一些故事 有时候可能是跟 比如说金庸有关系 一些武侠故事 可能有些是跟中国历史有关系 等等的 他的一些故事真真假假 但是重要的是 他刺激了我的想象力 也让我变成了一个 爱听故事的人 所以因此我觉得 可能想要拍电影 也是因为我想要说故事 我喜欢说故事 好 最后一个问题 一个同样 一个message 给他给你 我觉得 这次非常多荣幸 可以参加 那我觉得其实 台湾 是一个充满爆发力 充满creativity 的一个地方 那我觉得其实 台湾 是需要 unlearn play 也可以 inspire 三更多 我 今天 优优独播剧事